大家好,我是王冠一 今日《一語道破》說甚麼呢 我想要講回中美貿易談判 因為有好消息出來 又說講好數,又說搞定 所以上星期五,港股升了600點 美股也升300多點 是否真的這麼正? 我們先看看 首先,星期五,特朗普推特 推特說有好事發生 這次中美貿易談判 感覺非常溫暖 去日的好時光也重現 樂見了重大事情 環球時報、胡錫進 當然是順水推舟 都很好,這個談判比預期好 所以Blingberg的股票就上升了 但我們再看看,找找找所有的傳媒 包括明報 都看不到有甚麼很大的內容 說談判定了甚麼 只知道最多跟美國買500億的農產品 另外暫緩 一早就知道了,暫緩2,500億 10月15日的加徵關稅 其他沒有甚麼,只有一件事 可能是可能的 下個月在OPEC會議中,大家簽 簽甚麼才行? 裏面亦有些少許透露了 但都是老生常談的事 包括中國要開放金融市場 外匯市場要有透明度 市場要有自由度 又說知識產權的保護 即是來自美國的公司 你的知識產權要保護它 這些根本就只有一個說 老生常談,中國已經正在做 說來說去,就好像拍愛情片 18個月來 吐吐拉拉,我又喜歡你 你又喜歡,然後又分手 然後又回頭 然後又說,好像以前的好時光 以前甚麼時候有個好時光呢? 我也不知道 好了,股票就飆了上去 現在為何特朗普會好似樣一步呢? 其實就是因為他又製造了一個通污門 通鵝門就沒事了 製造了一個通污門出來 又被人彈劾 另外,股市移動了下去是不行的 他的選票很多都是在華爾街 怎可以移動了下去呢? 他除了賣軍火和石油之外 就是華爾街的 我認為這件事有段時間談 就算談得到,都會變質 變質有些是沒有存在 有些可能做不到 後遺症是甚麼呢? 就是因為今時不同往日 如果你是迫中國去做這麼多事 是做不到的 因為當年1985年 日本的廣場協議 日本是美國的小孩 中國又不是美國的小孩 所以日本做甚麼?他就做 後遺症出來 出現了八、七股災 接著八、九年 日本的股票市場也好 房地產市場也好 就爆破 倒到現在 中國在看到這樣的環境之下 我怎樣讓步給你呢? 第一,我不是你的小孩 第二,我的人民幣怎樣升值呢? 當年1985年就要人民幣升值 美元要跌40% 所以不會做到的 下一次回來再說 好吧 之後再說 謝謝 為呢 交易 па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